那么猴斗出现在人们面前已经有好几个月 因为从一开始大家就知道 它基本上在两周左右就可以自愈 所以我相信没有多少人真的拿它 当做一个特别大的事 因为在过去的两年中 人们受到的惊吓已经太多了 现在已经麻木了 那么后来公众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东西有可能跟这个打针有关系 有可能是副作用之一 那么紧接着英国人公布 合作的流行主要是通过性接触来传播 这样一来的话 我相信这个特别拿这个当会事 这个人群是不大的 因为目前公布的应该是在同性链之间传播的比较多 但是很令人意外的呢 是谭书记宣布 猴斗 已经成为一种公共危机了 就是他宣布了大流行 那么这个很容易理解 因为上一次在宣布新官为大流行之前 他耽误了一下 习胖跟他说这个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让他不用担心 所以他压住了这个大流行的公布的日期 对这个全球出现的灾害 其实是有一定的责任的 那么这次他宣布猴斗作为这个大流行 其实人们只是感觉到有一些惊讶 因为认为多此一举 是吧 小题大做的 但是也并没有特别的反感 不是很令人意外 就如同那个前面摘过梗头 后面这个要纠错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了一则新的消息 说他好像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开会的过程中 专家的意见不一致 在这种状况下 谭寿记宣布这个猴斗成为大流行 那么这个就比较令人感觉到惊讶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中国 把疫情 哪怕是 像奥密克戎这样 重症比较少的 也特别当回事 动不动就搞封城 理论上来说 这是在小题大做 把医学问题 幻化为一个政治问题 大家都很反感 因为他 不仅仅给中国人造成了麻烦 同时因为整个城市的冻结 在经济上 也造成了全球供应链出现问题 许多国家 是有抱怨的 因为他们确实遭受到了经济上的损失 我们可以想象 除了外国政府 企业开始抱怨 中国内部 对所谓的封城 其实也很反感 有的人甚至在骂 在网上提意见 你干脆收核酸税不就了了吗 多收一个税呗 多大事 你省得这样折腾人 那么现在 猴斗又被紧急宣布为 大流行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 大家对猴斗不是很了解 那么在中国范围内 他宣传的过程中 会不会讲 这个 一般情况 通常两周就会自愈 他会不会这样解释呢 我们相信一定不会的 因为你拿这个新冠来 威胁大家好像已经不太管事了 民众的反感越来越多 现在换了一个 明目的这个 大流行来 乐令大家 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可能更便于 舆论上的宣传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 不管怎么样 来头比较大 在新冠之前 其实大家对他不是很了解 包括飞碟 那么他们有一些宣布 有一些这个政策 但是 中国人知道的并不多 那么到了 新冠开始以后 世界卫生组织好像 突然变得 特别权威了 那么这次在 猴斗被宣布为 大流行之后 我相信 中共的宣传机构 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他们用封城 来控制 人口的流动 来控制 整个国家 抗议的声音 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其实都很简单 目标 就是要确保 二十大之前 全国没有 抗议的声音 即便你心里不服 你认为习胖 这个超越了十年皇帝的 这个做法 他修宪 修改主席任期 你认为这是错的 但 他有更严厉的控制方法 用科学精准的方式 来监控所有人 甚至冻结 不惜冻结经济 以他为代价 你还有什么好扯的 对吧 讲起来 他以人为本 是吧 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这个 之前 新冠 全球大流行 你看这后果 全球死了这么多人 那么猴斗 刚刚被宣布为 全球大流行 那么 党和政府关心你 爱护你 是吧 保护你 做错了吗 你不应该感恩戴德吗 上一次 新冠 被定义为全球大流行 之前 谭书记可以说是 绞尽老直 利用他职权 尽可能压制 不影响这个 中美两国签署 第一阶段的协议 那么 这次呢 反过来了 积极忙忙的 这个宣布大流行 甚至在专家意见的 不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说 靠这个职务 他至少获得了 西胖的优异 这对他意味着什么 对他的银行账户 意味着什么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但实际上 但实际上你一定要记住 今天的这种行为 它是有后果的 它一定会 在事实上 帮助西胖 更加严密的 控制中国社会 提供了一个 完美的借口 因为中国人 所得到的宣传中 很大一部分程度上 跟科学 跟医学 是没什么关系的 他的目的就是一点 让整个社会 不要发生 你敢乱说乱动 他就以 大流行的名义 来控制你 如果你刻意地站出来 提出反对的意见 你有可能在 精神病院 就会给你 多一张床位 甚至他都不需要抓你 把你关在家里 把你关在所谓的方舱 都是完全可能的 在这一时刻 世界卫生组织 非常蹊跷地 又宣布了一个大流行 我个人认为 这在医学上 是没有多大根据的 更多情况下 它是在帮助西胖 赢得世界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